被远警团团包圍 还想装没事趁乱开溜 但犯行早就被民众指正立立 虽然灯光昏暗 但警方不敢大意 蹲下来把嫌犯全身上下看个仔细 果然在他右脚的鞋子上面 发现不明光源 而且有传输设备连接手机 当场依照妨害秘密罪嫌将他逮捕 但他还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这起偷拍的案件发生在8号晚上将近10点 新北市府的市民广场嫌犯 趁新北耶诞城期间 人潮众多不太会有人往地下看的机会 就把围形密录器绑在鞋子上 但不自然地伸长右脚靠近短裙女子 让周遭的民众觉得很奇怪 默默观察之后才发现犯行 立刻通报警方 谢信嫌犯坦承出于好奇心才会偷拍 还承认上个星期才在台北市用相同的手法 被大安分局的远警逮到过 没想到他被抓还顾忌重施 他的手机有被害人的影片 警方正在扩大追查 还有没有其他被害人 华世新闻黄佩华 邱荣沁新北市报道 Hello 我是蕾亚 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